Hello 大家好 我是自然摄影师 雷宇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在户外来录 首先我要说今天我不吃东西 别叫大家别叫我吃东西 今天来个比较严肃的视频是吧 首先就是最近这个佳能R5、R6这些消息也是非常多的 实际上我是在佳能R5 出来前大概一个半月前 我买了这个松下Lumix S1H 这个是首先我要说的 我并不是这个时候买的 当然我那个时候R5的参数 实际上我已经基本上知道了8K RAW这些 但是具体的就是详细的 比如说它现在出现了可能有些过肉等等这些问题 好 关于这个佳能R5和这个S1H的比较 或者R5的一些看法 我放到视频的最后来讲 好 既然这期视频是做这个评测的 或者说一个介绍吧 因为我也不是做评测那么专业啊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啊 当然这个短片呢可能之前有一些很多朋友看过了 如果你看过的话就往后跳三分钟 本来呢我是想重新编辑一个就是纯粹 这个使用松下Lumix S1H来拍摄的短片啊 但是你知道吗 我想称这个佳能R5的热度 你知道吗 这个是真心话 我想称这个热度 因为我之前拍的那些视频从来没有称过热度 我想称一下热度 好 然后我就没有时间来剪辑吧 但是这个短片三分钟大部分的镜头都是使用S1H来拍摄的 OK 我们开始吧 三川 森林 海岸 野生动物 是我创作的灵感 凌晨 我背上摄影包出发 探索 大自然赋予了我最大的行动力 通过镜头 我看见了美丽 看见了细节 如果不停地看下去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充满魔力的世界 当然继续寻找下去 你会看到更多 在这一步的城市里面里面的天洋 我看见了美丽 我看见了美丽 坚冬天洋 我看见了美丽 在美丽 我们来看见了美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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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就是这台相机它的质量要过关你知道吗就是品控啊这个是其实我买很多东西我考虑的啊就是比较大件的东西吧都会考虑这个 不管是我买车啊或者想不起了啪啪啪啪啪反正很多反正质量是我第一看中的好然后在这两点能满足的情况下呢我希望这台摄影机它能实现高画质比如说至少能内录吧10比特122啊因为8比特确实我觉得这个时代呃有点过了哈哈有点过时了 所以4比4比特4比特120是我一个希望好首先呢就是进入我想购买这个摄影机的4颗就是Blackmagic 就是那个BMPCC4 不是 6K 6K 不好意思啊 我们国内好像都叫BMPCC 那就BMPCC吧 BMPCC6K 那台相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因为大家知道优点就不说了 BRAW 这个BRAW说实话 它的真的就是非常好 这个格式 我觉得 好 还有呢 就是它的画质 哇 真的这个BMPCC 它出来的画质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 虽然说BRAW这个格式呢 我觉得后期空间非常大 是真正的RAW 因为我接下来会说到 有一台相机 它虽然说号称可以拍RAW档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然后 但是呢 BRAW对我来说 因为我现在目前后期 主要用Final Cut来剪辑 就是苹果的 虽然说达芬奇我也会用 但是我觉得啊 Final Cut比达芬奇 更好用 虽然说很多人说达芬奇调售啊 这些 其实我觉得Final Cut的调售也很好啊 因为我也用过达芬奇的调售 然后 当然我后期 我是装了一个插件啊 那个插件是我200刀买的 200刀 你装了那个插件过后 Final Cut的调售 哇 真的是起飞 跟调照片一样 我觉得完全没有区别 那个插件 叫Cinema Gallery好像 然后非常好用 我也推荐给大家啊 不过有点贵啊 200刀 所以这个BRAW呢 在Final Cut里面运行啊 我每次如果我拍BRAW这个格式的话 我还需要从达芬奇 然后转到 先转一遍 然后转到 后来又转到Final Cut 我觉得就比较繁琐了 但是呢 我要说的BMPCC有几个缺点吧 或者说至少不太适合我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知道 我是单兵作战的时候比较多 或者说两个人 三个人 比如说我以后去非洲拍野生动物 最多也就是两个人 顶多三个人嘛 就是这种小团队啊 我觉得BMPCC不太适合 首先呢 它的缺点之一就是没有三房 几乎是没有 因为它的扇动孔 我看到扇动孔非常大 但这个也是因为它 入制的格式原因 所导致的 三个孔非常大 然后所以你只要 像比如说我以后去肯尼亚 那种尘土比较多的 或者我现在在这个 西北太平洋地区 雨水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三房确实 我觉得对我来说 确实不太够 够用啊 还有呢 它的一个缺点就是电池 这个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买BMPCC 肯定要外接这个 大电池吧 你那个是LP16吧 好像加了那个 那个在BMPCC6K上 你要录完 那十分钟一块 十分钟一块 那简直受不了是吧 好 然后呢 你还要外接一个监视器 因为它那个BMPCC6K 我看了屏幕 实际上我觉得非常好 很大 但是它不能翻转 你知道吗 当然我知道现在国内有一些厂商可以提供翻转的服务啊 但是说实话我不太愿意这样去做吧 因为毕竟还是有风险吧 所以你必须得外接一个监视器 这个是肯定的 另外呢 还有外接的硬盘 因为你如果是存储那个它那个卡的话既贵而且也存不了多少 所以外接硬盘 你知道我这种单兵作传嘛 我徒步徒步在山里边 然后我每次要拍一个镜头 然后我还得从我的背包里拿出来 然后装半天啊 把监视器啊 录音的是吧 还要装录音的 然后这个电池还有这个移动硬盘全部搞出来 然后装上去拍了两三个镜头一两个镜头 然后又放回去 这个确实我觉得太繁琐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导致我没有选择BNPCC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太繁琐了 当然呢 BNPCC确实足够优秀 但我希望它以后能解决掉这些问题吧 好 接着呢 就是ZECON 这个国产品牌啊 其实ZECON我之前就知道它是做那个 就是360那种360度的相机 然后后来它就做这个电影机嘛 其实很多人说国产的各种不好 其实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啊 当然我不是说我要去支持盲目的支持啊 我这个人是属于什么 什么牌子好我就用什么牌子 我不管什么哪国家的什么中国的美国的加拿大的日本的 反正好用就行 是吧这个活人 活人还被尿憋死吗 是吧 反正好用就行 我不管它是什么牌子 好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原则啊 我不会说排斥国产的什么东西 好 首先呢 我来谈一下ZECON的优点啊 这个ZECON确实它 我觉得优点就不用说了吧 这个参数立天了 真的是立天了 哇 它那个参数 我觉得在很多RAID上才能实现的感觉 就是那种几十万的电影机才能实现的 是可以120帧 哇 这个啪啪啪啪啪太多了 我就不描述了啊 好 然后呢 我来谈一下它的缺点啊 呃 我觉得首先ZECON和BMPCC是一样 因为它是那种模块化的嘛 跟BMPCC还有点不一样 它完全是模块化了 就走着那种RAID的那种路线 你需要上大量的辅助配件才能实现拍摄 监视器啊 外接的移动硬盘啊 啪啪啪啪啪 等等一大堆 反正跟BMPCC一样 啊 每次我拿出来就要装半天 然后又放回去 又装半天放回去 这个确实对于我这种户外单兵作战来说 确实太不友善了 我觉得 啊 当然你是那种专业拍商业片的 或者宣传片的那种 我觉得没什么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 确实太不方便了 好 还有就是ZECON它还有一个缺点吧 我觉得 因为我有一个加拿大的 他住在温哥华 呃 一个也是拍户外 呃 他是当地人啊 拍户外电影的啊 就是这种独立制片人嘛 他原来是使用的松下接触 然后后来就用了两个月的ZECON 然后后来就退货了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个机器有一些小的bug吧 啊 也不算大问题 就是有些小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当然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崭新的品牌进入这个领域吧 我觉得有些小bug也在手难免 所以呢 我就希望他能以后再够再成熟一些吧 把这些bug给不管是通过后期固件升级啊 还是新一代出来给他避免掉 我觉得反正有一些小问题 这个在我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最讨厌就是比如说叫我去在关键时刻 你知道吗 我记得网上好像有个片段吧 是这样的 下面 他挺座的 我为什么不会呢 有点赶 你说我说有点赶 你知道刚才说我等多久吗 我打了一辈子啊 他们有发现拍出下一支来吗 啊 所以呢 你就知道我对这个确实它如果在关键性的时候出现问题 确实我没办法接受 好 另外呢 有很多朋友啊 我常常网上说不喜欢ZECON的色彩 其实说实话 我对于ZECON的色彩 我觉得还行啊 就是虽然说它没有像松下呀 佳能那么好啊 但是我觉得也还行 它比较油润 其实而且到达这个级别的 我觉得摄影机吧 因为都是要做后期嘛 肯定 所以你想要什么风格啊 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在后期来实现吧 所以我这个倒觉得没有什么 好 总的来说 我觉得ZECON确实 我觉得它像 一个黑马 真的是黑马 就像现在 开能处的这个R5 也是一样 我觉得是一匹黑马 我觉得ZECON我挺看好 这个相机的未来的 好 因为我是尼康的老用户了嘛 用了很多年啊 但也其实我也是家人的老用户啊 用的时间差不多 尼康Z6 哇 这个真的是我真的太喜欢它了 包括Z7也是一样 我觉得最大的提升 你知道是什么 就是尼康终于可以拍视频了 因为以前你知道 像我用的第850啊 包括号称单版 尼康单版之前拍视频最好的第500 拍视频真的是 我觉得还停留在5第2 5第3的时代 你知道吗 好 现在的尼康不光是说可以拍视频了 而且它的起步很高啊 我觉得像尼康Z6这个 它的拍摄一些参数啊 有点变态的感觉 你知道吗 首先呢 它可以实现外露 能达到这个12比特的弱 弱挡 哇 你知道视频的弱挡 是什么概念吗 12位的弱挡 而且是 真的是 而且对于Z6 我觉得它的价格来说啊 真的我觉得在这个价格 你能拍摄出12比特弱挡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给力的啊 好 还有呢 因为我用尼康也很多年了 它的品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质量啊 这些我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呢 因为我现在使用的是尼康 第850 第500来拍摄照片嘛 我以后肯定会把 850出掉 换成Z7的升级板吧 或者说换代 等它换代 我再换 然后换Z6啊 这些 所以Z卡口的镜头啊 可以和我以后拍照的这个相机来通用 这个也是对我来说啊 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尼康新出的这个Z卡口镜头 我觉得它的成像素质啊 光学素质 真的是好的 我觉得有点变态的感觉了 而且你知道 它很多Z卡口 比如说我知道那个201.8吧 好像是那个Z镜头啊 基本上是接近于电影镜头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它的呼吸效应真的是非常少啊 我觉得有点变态 还有呢就是Z6的自动对焦啊 我觉得Z6的自动对焦虽然说感索离啊 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 因为大家知道尼康是刚做这种可以真正意义上拍视频的机器 所以我觉得它的自动对焦已经是完全处于可信赖 可用的状态了 好接下来呢 我来说一下Z6的缺点啊 好Z6有几个缺点啊 也是我当时没有选择的原因 首先呢 它没有翻转屏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致命伤 因为你知道拍视频没有翻转屏 那怎么拍嘛 是吧 所以它还是要接一个外接的监视器 虽然说吧 我用尼康Z6的话 我大部分时间会使用外录 但是呢 有时候一些瞬间啊 我不可能每次都把这个 就是怎么说了 这个外录设备啊 又给它折腾 又装上 又放回去 我觉得还是比较麻烦 因为有些镜头是瞬间 你知道吗 所以它没有翻转屏啊 是我现在 至少是现在放弃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还有呢 就是它只有一张存储卡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还有呢 就是它没有4K60帧 这个确实有点遗憾吧 不论算缺点 因为这个价位 4K60帧 确实有点 过于苛求了 你知道吗 反正没有4K60帧 有点遗憾吧 但是听说 尼康Z6会推出 S的这个型号 但我不知道啊 据说是有4K60帧 但有这个60帧的话 真的是提升非常大 因为其实拍慢动作 一般的慢动作 其实60帧是完全够的 大家可以看见 我就是给自己自拍啊 这些都是使用4K60帧来拍摄的 所以是完全够用的 好 另外呢 我要说一下Z6的这个 PRO X RAW这个文档格式啊 我在这里给提醒大家一下啊 因为你别对它这个弱档 有太多的就是期望 它肯定比这个 你内录要好很多 但是 它这个弱档啊 说实话 水分我觉得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在这个YouTube啊 上看见很多 包括我这边啊 我有一个朋友在洛杉矶的 他就用尼康Z6 然后他也是国外花钱 买了这个升级服务嘛 就可以拍这个弱档了 然后 可能他告诉我啊 包括网上 我看很多YouTube都是这样说 这个弱档实际上没有达到弱档 基本上只是比 N-Log要好那么一点点而已 和弱档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 大家反正别抱太大期望 但是呢 虽然说吧 它这个弱档有水分 但是我觉得尼康已经实现了 从不能拍视频 到拍视频的真正非常好的机器啊 虽然说它还有那么的缺点啊 但是它的画质啊 自动对焦啊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虽然说我现在没有购买尼康Z6啊 但是我当我把我的D850主力拍照的相机换成Z7或者Z7的升级Z8什么什么啪啪啪的型号的时候 然后我肯定还会入一台尼康Z6或者说Z6的升级版吧 因为这个镜头卡口和我的相机是通用的 这个也是优点之一 而且尼康Z6确实 我觉得优点是大于它的很多小的缺点或者小的瑕疵的 好总算是可以聊到现在正在拍摄我的这台今天的主角啊 松下的Lumix S1H5 而我在购买这台相机之前呢 我就发现这台相机它可以录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录6K嘛 我就不再过多说 它这个4K30帧呢 可以达到400马率 哇 你知道这个400马率什么概念吗 就是真的和电影机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我觉得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其实我们主流的微单系统吧 微单相机 一般来说拍摄视频都是100马率或者150马率 就是很少有超过200马率的 基本上没有 它这个直接就跳到400马率了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夸张啊 好 而且呢 这个它还可以实现外录和LinjaFi 配合的话可以实现12比特弱档 哇 这个真的是有点夸张啊 因为我觉得6K的12比特弱档 而且没有任何录制时长的限制 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啊 有点变态的感觉 而且这个弱档和我之前聊的那个 李康Z6的弱档啊 因为Z6确实它那个弱档有一些水分 但是S1H5这台相机的弱档完全没有水分 因为我在YouTube上看很多人 因为都有用过嘛 说S1H5这台弱档 这个弱档真的是完全没有水分的 非常非常好用 非常变态 好 我们还是来谈回内录吧 因为我现在呢 实际上没有 还没有使用过外录啊 我们就先谈一下内录啊 这个它可以实现完整版 松下完整版的Vlog 不管是6K还是4K还是4K60帧 都可以实现完整版的Vlog 松下这个Vlog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变态的感觉 它这个Vlog和那些不是说拍视频这个Vlog 它这个Vlog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变态的感觉 可以实现动态范围接近15档 哇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夸张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在大力光日落的时候对着太阳拍 而且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石头3它是黑色的 但是呢 我们通过这台相机的高动态范围我在后期一处理 它完全可以实现高光和暗部就是黑色的石头3 所有的细节全都保留下来了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夸张啊 这个动态范围 不过你要拍松下这个完整版的Vlog呢 因为它就是双原生感动度嘛 它是第一档是640起跳的 第二档是4000 所以它起跳的感动度比较高啊 所以你必须要配合减光镜来使用 我使用的减光镜呢 是耐斯这个牌子的 而且我用的是可调的ND耐斯的 我之前啊 如果看过我之前朋友的视频都知道 我拍照啊这些 我从来就是不管是拍照吧 反正我之前啊 我从来是不信任可调ND的 你知道吗 我全都是使用固定档位 三档六档四档用的最多 但是我用过耐斯这个可调ND过后 完全就是真正 你知道吗 颠覆了我对可调ND的这个印象 因为之前很多可调ND都是属于那种 比如说有那种X型 我相信有了解的都知道啊 就是质量差的都会出现那个X的那种纹路 还有就是光学质量严重下降啊 这等等牵授啊 啪啪啪一系列 包括我现在在录制这个视频的节目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从头到尾啊 我全是使用耐斯的这个可调ND 你可以看见出来的画质 我觉得完全是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就是真的是颠覆了我的印象 然后这个最近不是出这个佳能R5吗 有一些使用佳能的摄影师吧 其中就有一个 他也是用了我这个同款耐斯的可调ND 因为他也是提前拿到了R5一直在试用嘛 然后他也是配合这个耐斯可调ND来拍摄 反正他说反正完全没有问题 反正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真的 我当然这句话说了很多遍了 但是真的是让我很惊喜 所以我也强烈推荐给大家耐斯的这款可调ND 或者耐斯的其他的光学滤镜嘛 因为我拍照啊这些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不再过多说了 好话说回来刚才扯了一下滤镜 因为确实这个你要拍松下Vlog640 它的原生感动度起跳 确实要配合减光镜来使用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4K啊就是内露4K60帧你知道吗 你可以看到这些画面 我全都是通过60帧来实现的 你可以看见这些画质实际上都是我觉得非常好的 它这个60帧也没有录制时常限制啊 而且它马率的话也非常大 好像是200马率左右 完全是够用的 画质完全不用担心 另外呢我看中这台相机呢 就是它有翻转屏 而且S1H2这台相机的翻转屏 我觉得啊是我用过所有相机 摄像机里边最好用的翻转屏 它可以上下左右 全部都不死角这样翻转 我觉得真的是好的有点夸张啊 这个设计真的太棒了 好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主要拍摄的就像我在视频一开始就说过 我考虑相机首先要考虑它的三房 所以这台相机的三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好 因为我现在已经带它去戈壁啊 还是非常潮湿的雨林啊下雨天 我都有拍摄完全不用担心 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你不可能说在暴雨中拍摄是吧 这样裸奔那肯定还是不行的 反正一般的环境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呢这个一台相机三房够好 可以让我们省去非常多的 怎么说叫省心吧 可以让我们省心你知道吗 好最后呢我要聊到我最喜欢这台相机的 最喜欢的两个功能吧 首先它的防抖 哇松下这个防抖我觉得太夸张了 这种小范围的移动啊 或者说长焦的这种镜头 我全是手持 我觉得它这个防抖真的有点夸张 它机身本身就带防抖 然后配合松下原生的 因为我现在主要使用松下原生的这个24105在拍摄嘛 它原生这个镜头防抖也是非常好 真的有点变态 好最后最后最后 最大的优点 这个是让我有点疯狂的感觉啊 你知道吧 就是它的双原生感光度 我觉得这个松下S1H的双原生感光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让我惊喜吧 因为其实我之前啊 我知道有双原生感光度这个这种技术吧 但是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 有这种技术的相机或者摄像机啊 所以当我用过这种双原生感光度过后 我觉得特别是对于拍视频来说你知道吗 真的是太好用了啊 比如说你可以看见这个画面是我用12800感光度来拍摄的 你不仔细看完全是看不到噪点的真的是非常惊人啊 这个对于我们这种单兵作战或者小群队来作战啊 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曝光的情况下 双原生感光度利用天然的环境实现 比如说在这个低光照的情况下 它的高感出来的画质完全是可用的 我觉得反正这台相机12800完全可用 25600的噪点会有一点了 但是我觉得只要不是商业片 我觉得完全是也是没有问题的 说到那么多优点 这台相机其实也有一个致命伤吧 就是缺点就是我相信大家其实都知道这是对焦 因为松下这个反差对焦确实有点 怎么说叫老火 我觉得吧 基本上是处于不可信赖的状态 虽然说吧 网上有一些YouTube啊 这些说把对焦速度啊 这些调慢一点啊等等这些啊 啪啪啪啪 我也试过 要好一点就是它抽风的这个几率啊要小很多 确实你只要移动范围不是很大 基本上还是可以用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觉得啊 还是基本上不处处于一个不可信赖的状态 就是不可用的状态 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去堵 因为有些画面你过去了 那就过去了 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得到了 所以我使用这台相机啊 实际上大部分吧 基本上90%的时间吧 都是使用手动对焦 当然呢 我觉得其实手动对焦也没有那么复杂吧 我觉得很简单啊 特别是对于像这种级别的机器来说 呃就是它完全是通过 呃就是它完全是 就是经过视频优化的机器吧 呃比如说我最常用的里边对焦辅助的功能啊 是峰值对焦 它还有一个功能我忘了 呃反正是好久 我记得有两个还是三个辅助对焦的功能非常好用 就是很容易啊就 就能对上焦你知道吗 呃非常简单 我觉得这个手动对焦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呃当然话说回来啊 有自动对焦和没有自动对焦那肯定 要好很多啊 呃虽然说这个 我觉得手动对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复杂吧 但是有肯定比没有要好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想考虑这台相机 呃就是你要 首先要接受它 没有自动对焦这个缺点 呃至于其他缺点呢 我觉得啊就没有了 因为这台相机在我看来啊 唯一的缺点就是自动对焦没有 其他的真的就是没有 我想不到任何其他的缺点了 好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谈一下我们最近啊 大家都在讨论的嘉能R5这台相机啊 首先呢我觉得啊嘉能R5这台相机 首先我是觉得嘉能这一次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啊 就是怎么说 套用网上的一句话说叫 嘉能这次把牙膏给挤破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挤破了 就是他那些参数我相信我也不在过这里过多说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真的是很变态很逆天的感觉 好但是呢我还是要话说回来啊 如果叫我现在啊来选择在S1H和嘉能R5做选择的话 我依然会选择S1H 呃接下来呢我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了 首先呢嘉能R5因为我在嘉能官网详细查看了他的一些介绍吧 我发现因为我知道录制时长限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8KRA有时间好像是20分钟吧是吧 关键是什么 他这个4K30帧有录制时长限制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 呃不能让人接受吧 你说8KRA挡或者说4K60帧我觉得有录制时长限制 我就是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完全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能接受4K30帧有录制时长限制 因为4K30帧就是我们最平常 就是你拍视频反正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帧数吧 或者就25帧反正它都有限制 而且它这个限制是什么 就是不是说你比如说触发了这个过游保护机 这个过后你关机过后 然后马上我又可以开机这样拍啊 不是这个啊 它是你比如说你一旦触发这个过游保护机制过后呢 你关机然后可能要休息几分钟或者甚至十分钟 然后你再开机录了还是只能录十分钟或者几分钟 反正你一旦触发它这个过游保护机制啊 反正你后来的话你就要休息很久才能拍摄 这一点确实我个人来说我完全不能接受 其实大家别小看你说哪有人就是一下一口气拍什么二十几分钟啊这些吧 其实我告诉了我经常这样拍 包括我拍特别是拍4K60帧 我经常一下一口气就拍十分钟 你可以看见这个海浪啊 就是我是拍了好像是七分钟 我记得反正不到十分钟吧 接近十分钟我才拍到这个海浪上来 当时我就是一边在操作相机一边在拍摄视频 但是我同时我不可能一个人同时操作两台相机是吧 所以我就够好图 我就把相机把这台S2H放在那儿 让它一直在那儿拍一直在那儿抓抓抓这个瞬间嘛 所以我反正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啊 我经常会用到这个长时间录制 而加能R5这一点呢 它完全不能满足我 特别是30帧这个有录制时尚限制 完全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是加能R5的一个致命商 这些消息呢不一定完全准确啊 但是4K30帧有录制时尚限制 这个是准确的 因为加能官网里大家可以去查都查得到的 至于这个过着过后 你要休一几分钟又可以拍几分钟 这个就不一定准确啊 但是有些权威消息就是比较权威的 因为之前也有人用加能R5试用也用过一段时间 都是这样说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确实这一点无法接受 好说到8KRAW了 说实话因为我个人来说啊 我现在是用不上的 我用S1H2这台相机 我连6KRAW都没有拍过 我只拍过6K的Vlog这个格式 更别说8KRAW了 因为我拍6KRAW的话 基本上我的电脑也是吃不下的 你知道吗 更别说8KRAW了 所以你要拍8KRAW 一个是卡呀这些 还有就是你的电脑 首先你要达到这个配置里 至于这个配置达到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当然我不是说 你不用8KRAW 那么就代表8KRAW不好 8KRAW加能出这个R5 依然是变态逆天的感觉 但是呢 我觉得R5有一个遗憾吧 不能算说硬伤 就是它没有双原生感光度 就是我刚才说的S1H2 我最喜欢它的一个功能 就是双原生感光度 而加能R5没有 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不会选择 但是呢 它相比S1H2 自动对焦确实要好很多很多 因为加能的自动对焦 实际上也是完全处于可信赖可用的状态 但是你如果要在我 在自动对焦和双原生感光度 来对这个画质的提升来做选择的话 我会毫不忧郁地选择双原生感光度 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对画质上的提升 有非常巨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我对S1H2和加能R5的一个看法吧 反正叫我重新选 我还是会选择S1H2 说到这里呢 可能有很多朋友啊 觉得我在贬低加能的意思 其实并没有啊 因为我其实也是加能的老用户 我是从09年用这个加能50D你知道吗 非常老的型号了 50D 然后一直用到15年还是16年吧 换到加能的EDX2 但是EDX2我用的时间很短了 就换成迪康了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加能R5这一次是一个画时代的更新 真的是牙膏挤破了 牙膏挤破了 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加能R5啊 如果能把4K30帧这个录制时长的限制给解决掉 通过固件啊等等等等 啪啪啪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反正只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30帧解决掉 我觉得加能R5这台相机应该是能重塑加能当年5第二时代的辉煌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因为8K RAW 不管你用不用 它都是那么变态 好 OK 相信这期视频呢 有很多新朋友啊 会看 因为我之前呢 是讲摄影啊 讲户外这个摄影平面 讲了比较多专业这种户外摄影 当然以后我可能会也会讲一些这个视频相关的拍摄吧 不管是前期啊后期啊等等啪啪啪反正调色啊等等 啊都会有讲到如果你对你觉得我老雷或者说小雷是吧 讲的还可以啊 因为这期视频其实我也做了很多功课啊 讲的还可以 那么你就给我点个赞订阅吧 订阅订阅是最关键的 点个赞分享留言啊有什么问题 希望我讲解的都可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啊 bilibili的朋友呢可以一键三连啊 好就这样我要回去吃东西了 因为我答应大家这期视频不吃东西 但是我现在真的有点饿啊 现在已经是六点多钟了 我要回家做饭 做一个炸鸡炸鸡来吃我要吃肯德鸡的那种鸡腿 因为佳能R5真的很香啊 不过我觉得S1H5也很香 反正两台相机各有利弊吧 好就这样拜拜